第一锤 鹿岗日茂行修复工程开工大起 彰化县限定古迹鹿岗日茂行修复 即在利用工程19日正式开工了 县长王惠美与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副局长连郑裕 日茂行所有权人代表林俊勋先生等贵宾 共同祈求修复工程顺利 期盼百年古迹可以在线风华 今天很高兴看到我们日茂行 终于要开始动工整理 它在民国89年变成我们的限定古迹 91年的时候八千收过一次 因为经过风台经过很多岁月的摧残 其实里面有一些乌丁也好 里面的茶、壁 里面的地皮、丁丁都有受损 为了要让它减少这样的一个损害 我们及早来做修复 很欢迎有这个机会 我们代表文化部来参加建立这个开工的档兔典礼 这个工程其实是文化部再造历史现场的基点的一个计划而已 我们希望今天修理好 也希望修理好后 第一次修复改20年 希望后来修复改30年 30年后有需要修理 政府也会尽力再来帮助修理好 我们来吧 美国交易 今年很侯和很多东西开始了 跳中 又来述 随咆着我们中央争取菁 sha 能够再次来作修复 相信 какую让我们难得 今天的健康 可以让我们一代一代的传 Esper 能够让我们路港 咱自信尊 看到我们路港早期的风华 能够带动我们地方很多观光的景点 日馬行它原本是一個商號 但是在乾隆一直到嘉慶年間 對於整個彰化線也好 還是對當時的台南府城也好 它都貢獻了很多 也做了很多的扇形跟扇舉 那這一次的整修 我也希望說能夠 把日馬行的 以往的這些扇形扇舉 能夠凸顯出來 那這也是現在當前社會所需要的 然後能夠讓這個善的行為 能夠繼續延續下去 彰化縣政府致力推動文化資產保存 貨文資局補助3220萬元 現議會配合款1150萬元 以及日茂行所有全人自籌款230萬元 辦理修復工程 供期供給450日利天 預估114年年初完工 期盼工程如直如期完工 鹿港百年風華再現 公益頻道黃詩廷鹿港採訪報導 大船创造 它是開札貨品牆的 轎营盲